老年痴呆或根被揪出 美专家只要不吃这几种食物 大脑90岁还很灵活 一辈子不得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是一种神经性的疾病 它虽然不会导致人体直接死亡 但是老年痴呆引起的症状非常让人苦恼 患有老年痴呆后 身体会慢慢地出现很多异常情况 像记忆力丧失 认知障碍等都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尽管如今的医学水平已经很发达了 但是由于老年痴呆的病因复杂 病没有彻底根治的办法 只能通过药物来进行控制 但是很多患者还是会慢慢地出现很多并发症 最终导致死亡 我们都知道老年痴呆也被称为阿尔茨海默病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饮食 许多疾病都被消灭了 如果你经常吃一些高脂肪食物 你可能会有高血压的风险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财富病 但是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阿尔茨海默病仍然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 目前许多科学家和医生都在研究这种疾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 其中饮食也是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 老年痴呆是如何引起的 老年痴呆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也在逐渐上升 然而这种疾病并不是老年人的必然归宿 它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 下面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探讨老年痴呆的病因遗传因素 研究发现老年痴呆的发病具有家族聚集性 也就是说有家族史的人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期 中而POE基因是已知与老年痴呆最相关的基因之一 它编码在之蛋白液参与脑汁质代现 而POE基因的特定变体 可以显著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生活方式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吸烟酗酒饮食不健康缺乏运动等 都会对神经系统造成负面影响 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 此外缺乏社交互动 文化程度低 头部受过伤等因素 也可能与老年痴呆的发病有关 慢性疾病 这些慢性疾病会对血管和脑组织 造成损害 影响脑细胞的正常功能 从而导致老年痴呆的发生 环境因素 如铝中毒 拱中毒 药物滥用等 也可能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 例如 长期接触杀虫剂 拱等有毒物质 或者滥用某些药物 都可能对脑细胞造成损害 导致老年痴呆的发生 老年痴呆是吃出来的 四种食物尽量少吃 以下四种食物 如果摄入过多 可能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 因此建议尽量少吃 一 高脂肪和高胆固醇食物 长期摄入高脂肪和高胆固醇食物 可能导致血管堵塞和狭窄 从而影响脑部宫穴 长此以往 这可能会导致神经元的损伤和死亡 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 少碰油条 油条松脆酥软 十分美味 是中国人最常见的早餐之一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吃太多的油条 有诱发老年痴呆的风险 油条在制作过程中会加入蓬松剂 而市面上大多的蓬松剂中 都含有铝离子 长期食用就对大脑神经造成伤害 人会越来越笨 记忆力也会越来越差 因此 老年人应该尽量少吃油炸食品 肥肉 动物内脏等高脂肪和高胆固醇食物 二 高盐食物 高盐食物可导致高血压 而长期高血压可导致脑部血管损伤和硬化 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 因此老年人应该尽量少吃咸菜 咸鱼 腌制品等高盐食物 每日盐摄入量应控制在五克以下 三 含铝食品添加剂 某些食品中会添加铝 以增加口感或稳定性 例如明反 发酵粉等 然而 长期摄入含铝食品添加剂 可能导致神经系统损伤和老年痴呆的发生 因此老年人应该尽量避免食用含有铝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四 糖分过高的食物 对于50岁之后的人来说 常吃甜食会导致人体胰岛素分泌异常 血糖血脂都容易出现波动 对大脑皮层造成很大的影响 使得记忆力衰退 语言表达能力和认知能力减弱 患糖尿病的几率也会增大 所以50岁之后就要尽量控制甜食的摄入 大量摄入糖分过高的食物 可能导致血糖控制不良和肥胖 这些因素可能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 因此 老年人应该少吃糖果 甜饮料 蛋糕等糖分过高的食物 控制每日糖分摄入量 老年痴呆的祸根 十个老人九个都爱做 一 长期严格的素食 素食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到追捧 很多人为了健康 环保或宗教信仰选择素食 然而 长期严格的素食可能导致营养不均衡 特别是缺乏B组维生素 维生素D和Omega三脂肪酸等关键营养素 这些营养素对于大脑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 长期缺乏可能导致大脑功能下降 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因此中老年人在饮食上应该追求营养均衡 适量摄入肉类鱼类和奶制品 确保大脑获得充足的营养 同时多吃蔬菜水果和全骨类食物 提供足够的纤维和维生素 二 过度追求卫生 现代社会的卫生条件越来越好 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 然而 过度追求卫生可能导致免疫系统功能下降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接触一定的微生物 来保持其活性和敏感性 当免疫系统功能下降时 大脑也容易受到攻击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因此中老年人应该保持适度的卫生习惯 不要过度使用消毒剂和清洁剂 同时多接触大自然 让身体适当接触一些微生物 有助于维持免疫系统的健康 三 睡眠过多 睡眠是恢复体力和精神的重要途径 但并不意味着睡得越多越好 事实上 过多的睡眠可能与老年痴呆的风险增加有关 一项研究发现 每天睡眠超过9小时的人 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比正常睡眠者高出两倍 过多的睡眠可能导致大脑活动减少 影响神经元的连接和交流 此外 长时间卧床还可能引发肌肉萎缩 血液循环不畅等问题 进一步加剧老年痴呆的风险 因此 中老年人应该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每晚保持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 如果白天感到困倦 可以适当进行午休 但时间不宜过长 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 老年痴呆的人 平时应该注意什么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老年痴呆早期症状较为轻微 但随着病情的发展 会逐渐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 因此 定期体检可以帮助及时发现 并干预老年痴呆 保持社交活动和锻炼 有研究表明保持社交活动 可以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 适当的锻炼 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和心肺功能 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有助于延缓认知功能衰退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老年人应该多吃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和矿物质的食品 研究表明 摄入适量的欧米加三脂肪酸 可以改善老年痴呆症状 另外 还有维生素B和E 新 锡等营养素的食品 也有助于改善老年痴呆的症状 注意安全和预防跌倒 老年痴呆患者往往存在平衡能力差 反应迟钝等问题 容易发生跌倒等意外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 要注意防滑 防衰 防走失等问题 同时要注意家中环境的改善 和安全设施的配备 想要预防老年痴呆 在生活中应该多注意这几件事 多多思考锻炼大脑 在50岁之后 特别是家族中有老年痴呆的患者 更应该注重大脑的训练 在生活总应该多读书 多看报 没事就去下下棋 让大脑保持思考的能力 能够有效延缓大脑的衰老 控制情绪 很多老人喜欢胡思乱想 经常会产生负面的情绪 这样的情绪 就会导致大脑长期压抑 容易损伤脑组织 老人要学会自我调节和控制 少操心孩子的事 经常出门和朋友聊天 跳舞 进行社交能有效的舒缓心情 进行适当的运动 适当的有氧运动 能够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让身体能携带更多的氧气 保持足够的氧气供应 大脑的细胞 就会长期保持活跃的状态 50岁之后 最好每天都去散散步 打会儿太极 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老年痴呆是一种不可逆的的疾病 在生活中要多做一些 有益于大脑健康的事 定期地进行体检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才能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认知能力 提高生活质量 对于老年痴呆的患者来说 平时注意定期体检 保持社交活动 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安全预防措施等 有助于改善病情和生活质加量数 合护理人员也应该密切关注 患者的病情变化和需求 给予适当的支持和关爱 感谢观看